移民局在民众申请公民入籍的N400表格上 做了重大修改 新版本将于5月2号开始使用 新的表格除了在页数上 比旧版的要多出了一倍 在关于申请人的犯罪 恐怖活动 及利用儿童参军等方面 也有更多更详细的问题要申请人回答 以确认申请人是否符合入籍美国的资格 新版本的公民入籍N400表格 总共有21页 比旧版的10页要多了一倍 这次申请表格改版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符合一些新法律的规定 这次的新版主要是为了符合 2004年通过的反恐法案 还有2007年的反儿童战争法案 所以就要能够说是加强在找出 这种曾经犯过这方面恐吓罪 或者是说要用儿童参军 这种恐怖分子的这些人把他们抓出来 由于新版表格所增加的页数 很大部分是要申请人详细填写 关于犯罪或恐怖活动等相关的背景资料 例如在犯罪部分 旧表格的问题仅限于实际完成犯罪 而新表格则扩大到协助犯罪 以及未遂犯罪 因此若申请人有犯罪记录 则在填写表格时必须非常谨慎 那怎么样是决定好的道德体型呢 在移民局眼中跟一般来讲不太一样的 移民法的眼中里面 你如果偷了一支笔 或者是说你跟人家打架了 这两个的待遇是不同的 打架可能不是被递解出境 可是你偷窃 不管是一块钱还是十块钱 可能是会被递解出境 不但递解出境 当然你的绿卡都会收回了 所以我们就要提醒民众去申请 如果你们本身有犯罪记录的话 不管是犯罪记录的大小 轻罪重罪 一定要咨询律师 律师指出 虽然新的申请公民入籍的表格 有更多更详细的问题要回答 但是这并不会改变 成为美国公民的条件与资格 也不会拖延申请公民入籍的时间 不过也呼吁民众 若想要节省填表时间 则最好在5月初开始使用新表格前 要赶紧递件申请入籍